我们接下来要上场的是知名的毒蛇影评人谭飞老师 谭老师的工作也很简单 一般的就是在别人心情的劳动的卖力的表演了之后呢 他来说点难听的 就是一个丑话都说在后头的朋友 让我们掌声有请谭老师 大家好 我是影评人谭飞 从事影视行业二十年 我做过策划 监制 宣发 除了导演 编剧 演员那几个最重要的工种 基本上所有编角料工种我都做过 但后来这些编角料工种也不让我干了 所以我决定骂他们 然后我就成为了一个影评人 我开玩笑啊 我们影评人啊 还是很专业 很多人都很好奇 我们影评人说话为什么那么难听 我们也是有苦衷的 经常被邀请去参加电影首映 有的电影啊 还特别难看 看得人昏昏欲睡的 最后好不容易睡着了 又给你叫醒了 说 老师 您能点评两句吗 那我们说话能好听吗 谁还没有点起床气啊 现在烂片确实很多 但你们有没有发现 一旦这些烂片剪成了五分钟的短视频后 竟然开始好看起来了 节奏非常紧凑 当然也有例外 王晶导演 最近的电影 剪成五分钟 我都觉得有点拖沓 感觉三分钟更合适 两分钟也行 一分钟最好 再使使劲 都能给他做成个动图 做成个表情包 也很方便 以后你在公司群里说错话 随便发几个王晶导演的大电影过去 马上就不尴尬了 都说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影视行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导演 演员 编剧 以及行业所有人都有责任 当然影评人占的责任比较小 咱们今天一个一个来 先说一下导演 现在的导演都太爱跟风了 隐秘的角落火了以后 所有导演都去拍 小镇谋杀和童年阴影 把小镇青年的童年阴影 都拍出来了 本来是隐秘的角落 现在所有角落全是剧组 别说角落了 都没地方落脚 再说说编剧 大家一般很少骂编剧 因为编剧它没名气啊 所以导致现在很多编辑 都特别爱上节目 尤其是那个宋方金王海玲 不好好写剧本 天天在节目上 骂这个 骂那个 专挑比自己有名的骂 你咋不骂骂我呢 你要是早骂骂我 我还至于今天在这骂你们吗 当然有的演员也有问题 有回有个小鲜肉提了一个奇葩要求 说呀 拍戏必须要求一公里之内 有五星级酒店的厕所 怎么说都不行 必须得有这个厕所 哎 我就辣漫了 他是自己演完要赶紧去吐吗 你们就应该学一学那些老戏古 戏好的演员啊 大家觉得他们做什么都是对的 陈道明说过 他演一个角色 就一定要带入角色 永远在状态中 所以他演古装戏啊 一定要穿着戏服睡觉 三福天也要穿着长袍 合衣而握 大家看了都会说 哇 真专业 感觉马上就要入戏了 但如果是哪个小鲜肉 演得一塌糊涂 还非得穿着戏服睡觉 大家只会说 哇 真桌 感觉马上就要中暑了 而且现在观众也挺有问题的 尤其是个别粉丝对爱豆啊 简直就是盲目的爱 不停地帮哥哥找借口 如果演得很差 就说我家哥哥只是初次尝试 如果演了很多年还是很差 就说我们家哥哥本来是歌手 演戏只是跨界 如果哥哥不光演戏差 连唱歌都跑掉 粉丝就会说出那句经典名言 你知道我家哥哥有多努力吗 我不知道他有多努力 但我知道你比你家哥哥 努力多了 今天来也讲了挺多 导演编剧演员观众的问题 挨个说了一遍 看得出来我们影评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但是我们影评人的问题 它不影响电影本身好坏啊 最后我还是希望 中国电影能越来越好 也希望我在参加电影首映的时候 不会再有起床气了 谢谢大家 我是谭飞 谢谢大老师 其实一个行业不太好呢 就是骂的人多 干活的人少 我们脱口秀有责任 以后应该我们就把这个骂人的工作呢 全部都承接下来 我们好好干活 接下来要上场的那是齐熙 去年在乌镇戏剧节的时候 我邀请了齐熙来看我们效果的那个话剧 怎么说呢 就是我确实是应该自己先看一下的 这个话剧呢 倒不是说很先锋 但是齐熙先锋吧 齐熙不光先锋啊 她还先走了 希望今天她不要演到一半队场 掌声有请齐熙 大家好 我是齐熙 去年看完他们的话剧 我跟李淡说 很欣赏你们的先锋艺术 但是专业的事 还得是专业的人做 跨界就是胡闹 李淡也很认同 说让我受累了 要不你来脱口秀吧 我说行啊